這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可以買一台來玩遊戲 這段不要讓我老婆看到 我覺得你需要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剪輯妹妹其實很常用手機去補素材 真的 然後她手機容量要買很小 但我沒有要花預算給她買一顆奧利斯 欸 各位 我們難得來到二館 就是要來找一下我們的老朋友 我那邊已經看到我們去年非常好的娛樂效果的 Maggie姐姐 我決定今年再來哭醒她一下 不要裝忙 大家回顧一下去年的畫面 對吧 對 今年可以就是妳再帶我們導覽一下妳們的新品嗎 本今年我退休了 我今年把她交棒給更年輕化的女朋友 這一塊小菸 等一下 這一塊小菸 我好像忘了幫她別麥 好那今天就由我來帶各位來看一下我們J5CREATE的新品 好 那主要的是我們這款JVU88的這款浪漫解訊牌 這個很厲害耶 它旁邊是不是有我對不對 對它就是有搭檔AI技術的一個自動序備功能 那它就是也是可以連我們可以連筆電 然後還有支援我們的UVC 就是我們可以連我們的一個webcam 那這樣的話就是我們可以讓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遊戲畫面 還有我們能去操作遊戲的一個畫面 OKOKOK 就是實況主必備的一種概念 沒錯沒錯 因為照理來說我們搭載這個有UVC印的功能是因為就是相機很貴嘛 那如果說用我們webcam的話 入門門檻會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我們有做這個功能 但我覺得這很棒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可以買一台來玩遊戲 這段不要讓我老婆看到 那接下來我們就去下一個我們展區的部分 好 下一個目前是我們也是有搭載我們AI智慧的一個360度的webcam網路攝影機 它的晶片有大升級之外呢我們音質等等的我們都有做大升級 所以就是音質的部分可能會更亮啊更清澈這樣子 然後整個人像看起來也會更好 它是會動啊 我看到好像真的會 對它是會捕捉我們的我們人在空空裡面的人這樣子 欸很厲害耶 然後會放大縮小就讓所有人都可以進到我們的視線裡面 所以就是每個整個繪式的人都會看到 而且它畫質蠻不錯的 這是有到這應該有4K 對這個是4K我們去年都是1080 但這是我們直接大升級到4K這樣子 好可以喔 欸這個真的很讚真的很棒 這個是我們的騷爆 那它是有兩個裝鏡頭的一個部分 然後就是你可以當喇叭也可以當做一個攝像頭去做使用這樣 應該都是會搭載在我們電視下方 就是做一個會議室的一個騷爆來做使用 它收音最多可以收至少大概大概有10公尺內都可以收得到 那真的是會議室必備的一個產品 沒錯 欸這個我最近剛摸過滿熟悉的 你應該很熟悉的 那這個我可以帶大家再雙細一次 那這個是我們的跨平台的一個hub 那它是可以就是iPad或是iPhone 對 Windows 或是Windows 2 iPhone的一個產品 那它中間會有一個hub 它可以連接一些我們的周邊產品 像是Mouse啊就是滑鼠或是鍵盤等等的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去同時去操作兩個裝置這樣 這個很厲害一點是說它可以實行你用iPad 甚至iPhone 對Windows的電腦你們可以直接傳檔案 有點像AirDrop那種概念 不然以前AirDrop你基本上都是iPhone啊 要綁Mac才可以做到 那透過這一款這一塊他們的hub 就可以iPhone直接傳檔案到Windows 或者Windows傳檔案到iPhone的iPad上面 對吧 沒錯沒錯 你很棒 100分 好那接下來我們這一區是我們的 視訊無線傳輸的這一區 那我們這邊就是會有一個 就是可以用手機或是用你的筆電去做一個無線傳輸 那我們會有一個TX一個RX RX就是接在我們的螢幕上面 接受端 發射端 對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TX 那就是跌在你的筆電或是手機上面 然後你就是不用安裝任何東西 你只要就是連到WiFi就可以直接使用 那我們有分就是4K的畫質也有分1080P畫質 而且它這個是專門補直向螢幕的嗎 對那這個它比較有趣的是說它這個這邊有個孔 那你還可以就是做四倍的放大或四倍所小這樣子 對然後這邊有個孔 我們這邊有個準備一個回聞針 然後你可以自己去按它這樣 它就會就是自動的或是轉向也OK這樣子 對對對或是所小這樣子 這我覺得很需要 因為現代人很常手機然後接電視啊 可是你是用直向的去看 所以如果你是沒有透過這種HUB去放大啊 那畫面看起來都有差別 接下來是我們的無線充電的一個柱 然後它是可以三合一的 欸這是我去年有跟Medicam一個給我老婆用 什麼好意思 我是覺得很漂亮 我沒有要拿 我沒有要拿 我沒有要拿的意思 我沒有要拿啦 這很好用 旅行超好用 它真的很喜歡這個東西 只要帶一個人都不用帶一堆線出門 對因為我之前帶的是很單純的馬卡龍 只能吸一個MagSafe的手機 但這個是你們新的可以吸三組設備 對然後它重點是它是Q2的 它就是Q2代的 就是想像它是一個upgrade的一個整合的產品這樣子 喔你們這個是有Q2的喔 對它就是Q2的 然後它就是也是 總共加起來是有15瓦的充電 無線充電的 可以充你的AirPods 然後還有你的Apple Watch 跟你的iPhone等等 欸各位我跟你說 現在買無線充電 就是要買Q2的產品 因為蘋果是不是鎖 那個無線充電 如果你是用一般的無線充電 你只能5瓦甚至7.5瓦 你就是要用到Q2的無線充電產品 才可以真正充到它MagSafe提供的15瓦 沒錯沒錯 所以這個是今年也可以帶走的東西嗎 嗯我幫你跟Maggie爭取好不好 一定給你好不好 三個顏色都給你 再來是我們手機周邊會使用到的Hub 就像我們現在手機常常就是儲存空間不足 然後又不想買iCloud對不對 那就是我們可以 我們專門去用手機去攝影的人去做使用 它這邊就是有SD卡 然後也有Z Pro跟APO 而且它還有支援ProRes的功能 所以你就是可以邊錄一個很高畫質的一個影片 然後你還可以就是傳輸到你的可能SSD卡裡面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邊錄然後邊存影片 也不用擔心就是儲存空間不夠的問題 它是有支援MagSafe磁吸的耶 對它就是有搭載我們MagSafe的功能 所以也不用怕東西掉下來 或是會一直移來移去 而且你們外殼是金屬的外殼 對所以散熱會不快 散熱比較好 這還有M.2是不是 對這個是裝你的SSD的那個Enclosure 然後它也是就是可以直接裝一個SSD卡在裡面 這可以打開嗎 可以啊它是磁吸的 你直接把它打開就好 這個很厲害 我覺得你需要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剪輯妹妹其實很常用手機去補素材 真的 然後它手機容量要買很小 但我沒有要花預算給它買iCloud的意思 我覺得iCloud每個月都要訂費 我心就會痛一次 所以買這個很方便 所以今年的J5算是推出蠻多新東西的 因為像我最新開箱那個J6422的iPad 跟Windows共用的Hub 然後你們還有最近推出7II的產品 甚至連AI也可以搭上一點邊 有視訊啊然後也可以遊戲擷取 沒錯 再加上有推出iPhone15啊 Mixer USB-C接口的Hub 而且還支援M打出可以自己擦卡 對於手機使用周邊的人會更友善 然後也有更多選擇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你們家推出蠻快的 因為正常來講 這些東西我記得我去年都沒有看到對不對 對 就是比較多一些手機啊 AI這些這類型的產品這樣子 讓大家都可以就是使用到我們家的產品 所以其實基本上不管你今天有 辦公室想要開會的視訊啊 或者你想要玩遊戲 或者說你有任何的儲存 你有Hub 你有轉接的需求 就是來找J5就對了 沒錯 那可以指定要找你嘛 OK OK 歡迎大家來找我 好那最重要的是什麼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然後如果你有任何需求來找J5就對了 來找我唷 我是J5小編 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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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